我覺得這一次的活動是結合繪本故事和瑜伽的活動 其實是一個蠻創新的活動 然後小朋友雖然可能對瑜伽來講 對他們是非常陌生的事情 但是其實結合故事的內容的部分 其實小朋友們是蠻投入在這當中的 故事當中的白鶏鳥他不放棄救火的精神 那感動了天神 那這一部分也是想要告訴小朋友的事情 是成長過程當中可能會有很多的困難跟挫折 但是都不要放棄 那這也是我們希望可以給小朋友的一個精神理念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是真的不是我們想像中的 那麼的就是不會局限在這麼一個小小的一個射線裡面 他們真的是有無限的可能 可以很動態但是讓他們慢慢的變回靜態其實也OK的 他們可能一開始會有點浮躁 但是因為我會等待耐心的等待他們 然後讓他們聽著我的指令慢慢的做 讓他們慢慢的放鬆 然後主要是希望他們可以學會感恩 學會把自己的心平靜下來 然後把今天所有的事情都靜下心來的去回顧 然後把這份感恩種下散的種子 然後可以回去的時候再把這些事情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或者是家人爸爸媽媽聽這樣子 五把額頭一遍 大家好 Yay!